被菲律宾强行霸占了15年 中国夺回来的黄岩岛 先如今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震撼一幕欧美28国全傻眼了 那现在黄岩岛发展的究竟如何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三沙市是我国面积最大 陆地面积最小 地理位置最难 以及人口最少和最年轻的一个地级市 它成立于2012年 包括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极其付出岛礁海域 在三沙市左辖的海域中 有一个岛礁 它曾为他国非法占领了长达15年之久 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这座岛礁就是黄岩岛 那么黄岩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岛屿 它是何时被他国非法占领的 现今怎样了 黄岩岛坐落于中沙群岛的最东部 是我国中沙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地理分界线 黄岩岛被一个环形胶盘所环绕 待胶盘距离水面0.5米到3米之间 周圆长度为55公里 面积150平方公里左右 胶盘内部是一个面积约130平方公里 水深为10到20米的西湖 黄岩岛就发育在3500米深的海盆上 是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 周围环绕着环形胶盘 这些胶盘距离水面约半米至3米不等 在黄岩岛西湖东南 延伸着一条宽度达到400米的水道 其水深约为10米左右 宽度超过了300米 魏中小型舰船提供了畅通无阻的进出通道 与外海相连 自古以来 黄岩岛一直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作为中国渔民传统的捕鱼场所和休戚之地 元朝时期 有一位叫郭守静的天文学家 奉旨前往黄岩岛进行一项 名为四海测验的重要任务 以获取南海的地理位置 当时 中国的领土范围包括西沙群岛和黄岩岛 而元朝政府已经对这两个岛屿实施了主权和管辖 长久以来 黄岩岛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的固有领土 包括美国在内 未曾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因此不存在任何主权争议 1997年黄岩岛遭菲律宾占领 一战15年之久 2012年菲律宾非法逮捕了我国黄岩岛附近正常工作的渔民 2012年4月份中国海监船救出大批备 菲律宾想逮捕的中国渔民进入黄岩岛与非军舰对抗 这是著名的黄岩岛事件 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 我国海警船开始在黄岩岛驻扎 这意味着我国成功夺回了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实际控制权 并将黄岩岛纳入了三沙式的管辖范围 黄岩岛位于南海的战略要地 是我国战略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节点 中沙群岛上唯一露出水面的是黄岩岛 周边海域涵盖了中国对外39条航线 以及外贸运输量的近60% 是海上生命线 它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黄岩岛海域为我国核潜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地 是我国核潜艇战略部署的首选之地 收复黄岩岛后 广袤的中沙群岛海域将成为我国内海 极大的拓展了我国潜艇的活动范围 黄岩岛所拥有的丰富渔业资源 在这里不仅生长着各种名贵水产品 而且还有很多种类的海洋生物值得开发 在黄岩岛海域 丰富的鸡尾鱼 石斑鱼 鰻鱼等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和各种贝类 使其成为一个极具品质的远洋捕捞基地 同时也是我国渔民自然的避风岛 除此之外 黄岩岛周围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些资源深藏于海底 蕴藏着许多巨大而神秘的地下矿藏 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科学勘探后 我国发现了丰富的猛结核和金属软泥资源 其中包括超过30种金属元素 如猛 铜 镍等 此外 在黄岩岛海域的附近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具备广阔的开发潜力 黄岩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 近年来 围绕着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了 为何至今仍为启动黄岩岛的填海造路 由于黄岩岛的特殊地理位置 天津号自航角西挖泥船的疏沙距离仅有6公里 因此需要采用更长的疏沙管道 以确保海沙能够顺畅地吹到交路上 从而形成高于海平面的陆地 这也是工程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在于海底地形的复杂性和海水流速的迅速性 导致泥沙的沉积速度异常迅猛 从而使得泥沙含量显著增加 随着我国最新推出的挖泥船天昆号的面试 这一难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因为天昆号的排程已经达到了15公里的距离 黄岩岛礁盘是一座成等要三角形的巨大环礁 其可供田礁平的面积至少为44平方公里 这将是我国2013年南沙七岛陆域吹田工程量的数十倍 对我国的工程能力和资金压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岛礁资源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借助天昆号挖泥船进行陆域吹田 最终将黄岩岛转化为我国在南海上最为壮观的岛屿 另一方面南海填海遭漏的敏感性备受各方关注 且黄岩岛牵涉到菲律宾的敏感神经 近年来菲律宾和我国的关系相对稳定和谐 因此维持一个稳定的南海环境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过由于黄岩岛礁盘的良好发育以及泄湖的浅度 有人建议对其泄湖进行全面填平 并将其吹田成一座面积达150平方公里的岛屿 从而打造出一个可容纳十万人的小城 现如今已经有十年过去 黄岩岛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争议焦点 而填海造陆的构想也在人们的思考中不断成熟 然而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 仍然需要克服重重挑战 黄岩岛的地理特点使得填海造陆工程极具复杂性 如何在环形胶盘环绕的海域中进行填充 如何解决泥沙的迅速沉积和寒沙量过高的问题 都需要工程师们精心的规划和创新的技术 同时海域的保护也不能忽视 填海造陆不能损害周边海洋生态平衡 这是保护海洋环境的庄严承诺 然而填海造陆的困难并未削减人们的激情 有人认为填海造陆不仅是一个工程 更是一种向未来的展望 将黄岩岛打造成一个小城 不仅可以解决人口居住问题 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南海地区注入新的活力 这一个想在人们心中愈发栩栩无声 像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道路 然而对于这一构想也存在着诸多考虑和分歧 填海造陆的工程量庞大 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 如何平衡取舍 需要政府专家和社会各界共同思考 而且填海造陆涉及国家主权 需要与周边国家保持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回望过去 黄岩岛的历程如一部波澜壮酷的史诗 曾经被占领 曾经的争议都成为了历史的一页 而今 黄岩岛的未来将由我们书写 填海造陆 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更是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无论前方道路如何崎岖 无论风浪如何汹涌 中国的蓝色梦想必将驶向更远的海域 黄岩岛 那片曾经饱受争议的海域 如今已经融入了南海的蓝色画卷 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宝藏 更是民族的骄傲 填海造陆 是对黄岩岛价值的再度升华 更是对中国海洋梦想的一次深刻诠释 愿这颗南海明珠 在历史的长河中 继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黄岩岛的夺回不仅对我国来说 是一项重要的领土行动 也对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始终兼致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南海争端 并倡导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黄岩岛的夺回 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的坚定立场 以和平方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同时 我国还积极推动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 共同开展海洋科研 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 实现供应发展 夺回被菲律宾霸占15年的黄岩岛 标志着我国对领土完整的坚定维护 如今 黄岩岛的发展正逐步恢复 基础设施修复 渔业资源恢复 海洋科研与资源 开发以及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果 作为我国的领土 黄岛岛将继续为我国的发展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